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今天我们看的经济学文章讲的是 人工智能到底对你的薪水有什么影响 真是很难评估 所以我们才要密切观察那一路发展的动态 简单来说就像执政党曾经说过唯一对的一句话 动态是调整跟修正 好,总之我们看到产业里面提供一些的讯息 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转变 这个单子有很多种用法 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dispatch 事实上patch这个字是补丁 patch就是一个补丁的概念 然后呢,所以我们身上patch就是补丁 但这个很多种用法 那好像呢,this在英文就是away的意思 所以把补丁到处贴到处贴 就是派遣跟发送 那patch当然就代表分布不均的零零星星的 这就是我们看英文有字典帮助的辅助 就非常的好 transphone当然各位就知道了 这个trans就是一个转变的动作 phone是一个形状 所以名词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林文老师这么多的笔记统统内建了 你的电脑没有这个功能 有的,但是你没有使用 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放进去 这篇文章我们全部听完长达七分多钟 同学们加油,hold住吧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林文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他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弱哪边补强 很简单吗 就像各位都知道 一对一的课程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达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他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李永龙是讲解的课程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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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